太古城700多呎的單位 行駐實用率高,將間隔改頭換臉 Crystal,實用率高的舊樓分分鐘700多呎 就等於現在的新盤近千呎 但其實只適合一半 因為間隔不適合,千呎新盤通常都有主人套房 700呎舊樓就未必有 還有,以前沒有LCD電視,所以客廳通常會闊 預位放佈厚電視後,就剛平衡飯廳 不過這些間隔,現在一樣過時 有業主就給租行挑戰設計師 要將舊樓間隔當新樓改,看看可不可以 780呎單位,實用率高達86 加上廳房間隔都方正,是太古城的特色 但設計師都嫌他未夠好 原有的廚房空間比較小 裡面放了廚櫃或其他方面 做的事上可能會比較迫業 飯廳因為被廚房咬了一口 變成客廳比例上又不是太平均 廚房佔據飯廳一部分,令客廳大,飯廳小 加上客廳的長身只有半邊窗,令對面的飯廳顯得比較暗 原先三房一設的間隔,本來一家四口剛剛好 但就滿足不到業主,想要加主人套房連衣武間的需要 加上單位欠缺工人房,還要預留空間放步鋼琴 偏偏間隔要大執位,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最主要的限制就是管理署那裡,大廈公體那裡 本身那些窗不可以隨意改動 變成間隔怎樣跟窗去配合,在那裡也會有很大的限制 除此外場後位也不可以隨便改動 要加多個廁所,看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業主要求多多,但空間有限,全家屋的間隔要改過才行 飯廳覺得它不夠大,開放式也嫌它不夠省位 直接就拆了廚房,再將廚具拍在一旁 這樣就夠位放鋼琴了 而所謂的工人房,其實就在近大門那邊做了一張吊床 感覺就好像收藏在廚櫃裡面 而設計另一重點就是要將三房一次變為三房一套 關鍵就是共用空間,首先拆掉所有的長身 將空間重新分配 主人房變成長型 左邊是睡眠區,右邊就是衣帽間 原本廁所的位置也一開二,幫主人房做多個吐廁 而兒子房和女女房都要重新間過 由於房尾有一條厚處位 設計師就要插床位,將中間複牆做到一粒一凸 每寸位都設計得很盡 七百多尺的單位,當成千多尺的新盤開織 效果會如何呢?馬上入屋看看 白色做主色的客飯廳給設計前光芒 打通廚房之後,飯廳闊落了 陽光照射的範圍也更廣闊 要保持明亮感,設計簡約很重要 複雜的裝飾擺設會增加壓迫感 以電視櫃做例子,分開上下兩半 一粒一凸,一黑一白,簡單得來又特別 梳化後面的長身,全幅由上灰黑色 突出米白的梳化,億丹花大門上面條橫樑 梳化旁邊這個飾架,封擺設之餘 晚上坐在梳化看書,還夠光 飯廳的裝飾,就是廚櫃的櫃門 用不同的顏色以及物料,增加變化 長磚不用白色,用深灰色 有油煙漬都沒有感覺眼 Edith先生,又說有工人房在哪裡? 工人房?工人房在這裡 由於工人房在廳的位置 也不能太過隨便做 有在一些線條或顏色方面 都會做一些配搭 另外在工人房下面這個位置 也做了一個儲物空間 連洗衣機都會放在這裡 工人房連鞋櫃、廚櫃一早過 垂直似入場櫃的設計 利用拉簾,巧妙地隱藏身份 不留心點看,一定走流眼 床下面的幾何裝飾,其實是樓梯 方便工人想下床 飯廳另一邊放鋼琴 上面都做了光管飾架 即使沒有自然光 都有足夠光源看琴譜 鋼琴放在爐頭旁邊 在廚房彈琴,感覺很奇怪 大家一個屏風就變回一個優雅的角落 走廊用上全白色,淡化距離感 看起來就不覺得它那麼長 仔房和女房的設計擺位幾乎一樣 只是主題場不同 仔房用藍綠色直鑒 女房就是紫色圓圈 小朋友雜物比較多 所以床頭和床尾的位置 都做了儲物櫃和飾架 書櫃亦做到很闊 教科書和貨外書都夠位擺好 主人房以溫暖的米白色為主 棍設簡單主題,長子花紋都很低調 門後面做了個大書架 放書之餘,還可以修飾房造成的角位 旁邊就是衣物間 用磨砂玻璃做門 通透得來又不會見到雜人的衣物 在主人房內有一個衣物間 窗的位置未必是一個很適合的位置去走 我們可以選擇用木朗的形式去做 變成可以保留窗 還有窗還可以開開 可以保留那些功能 床頭版和化妝鏡一塊過 有特色又實用 梳妝桌也有乾坤 化妝品全部收拾在這個窄櫃桶 方便拿 又可以避免擺到整桌都是東西 自責套房、套廁就在梳妝桌旁 看起來簡單 其實有很多要求 要多加一個洗手間 最重要是和大廈管理署 了解清楚大廈工具的要求 因為他們的要求 就是窗和室外的來去水位 不能擅自改動 所以加多了洗手間的去水喉 即是來去水喉 都要在室內處理好 來去水喉和污水渠 就是收在這條鞋裡 駁回客廁那邊 處理好這個問題 就想怎樣都可以